汤川带着助手和学生小美去参加学术会议 回程途中 小美邀请两人去老家参观吴天狗木乃伊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不巧的是 车胎也在这身暴浪 助手冒着大雨换了胎 汤川向路过的车辆接散 对方是名女性 拿给汤川一把伞 汤川有点不好意思 女士表示没关系 她还有一把 真是个热情善良的女士 离开时 助手和汤川再次表示感谢 雨停了 三人也顺利到达阿姆地地 这是一座祠堂 一直流传着吴天狗木乃伊的传说 吴天狗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妖怪 有着乌鸦一样的尖嘴和羽毛 祠堂戒指入内 助手奔想硬创 小美联盟阻止 这时 骗警何田出现 简单的介绍身份后 感谢汤川的帮助 搞得汤川一头雾水 何田这才解释 因为陷阱局出不起调查经费 小美自高奋勇提出帮忙 汤川这才明白 自己被学生坑了 今天没办法看吴天狗木乃伊 助手瞬间扎毛 是小美邀请他们来的 现在又说看不成 这不是妥妥的欺骗吗 就算是欺骗 也不用这般批头概念的骂人 最起码先搞清是怎么回事 何田解释 这里是祭司吴天狗的神社 里面供奉着吴天狗木乃伊 三周前 神官突然用水泥加过磁汤 说是担心木乃伊被吴天狗偷走 助手教学小美 好歹也是学物理的 怎么能相信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呢 小美希望汤川帮忙调查水泥 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木乃伊 两周前 警方在这里发现了神官的白骨尸骸 包木乃伊的布就在尸体旁边 总署认为这是个意外 神官原本就有心脏病 猜测是因此死亡 尸体应该是被野骨和乌鸦吃了 所以才只剩白骨 但如果祠堂里没有木乃伊 神官就有可能是被吴天狗杀死的 因为普通人无法偷走 被封在水泥中的木乃伊 而且传说这里的吴天狗有穿墙能力 助手不相信有吴天狗这种生物 汤川例举了历史上奇怪的生物 1959年 美国少年希尔顿抓到一只长着翅膀的猫 除此之外 各地传说中还出现过长着翅膀的马 蛇等等等等 生物学上将此现象称为嵌合体 假设吴天狗是乌鸦和某种动物的嵌合体 那吴天狗的存在也不奇怪 既然要调查 就得砸开水泥 可又不能破坏木乃伊 这样助手很是抓狂 没想到小美准备充足 震动钻 电磁波雷达 工业用内窥镜等等 应有尽有 凿墙运动正式开始 何天发小杰伊刚好到来 是之前借给汤川伞的那位女士 杰伊浑身湿透 愣得瑟瑟发动 不是说还有一把伞吗 怎么会淋湿全神 杰伊没有回答 而是插开话题 问木乃伊在里面吗 他是如何知道的呢 原来他是最后和神官见面的人 随后向众人讲解了当天发生的事 神官封了祠堂 说吴天狗会娶木乃伊 这个问题必须由神官来解决 只要坦诚的聊一聊 那家伙就会明白 神官口中的那家伙是谁 杰伊不知道 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神官 所以找了身为骗警的何天 何天去祠堂找神官 只见一堆乌鸦在神官的尸骸旁 总数鉴定已死亡两周 因为只剩下白骨 所以无法判定死因 另一边 暗骨来找汤川 理由是会计退回了收据 汤川写的一大堆专业名词 人家看不懂 因此无法批准 所以来找汤川 让他把内容改得详细一动点 这样会计才会签字 学生们正在进行物理实验 一听是助手布置的作业 暗骨立刻关闭一切 忽悠学生们帮忙翻译那些专业名词 可学生们还有实验要做 暗骨放大招了 数据不被认同 等于汤川对警方的贡献不被认同 汤川和助手 数经数众 就看同学们怎么选择了 同学们非常聪明 一致选择汤川 暗骨进谋得逞 同学们认真修改专业名词 暗骨却喝起了咖啡 无意中发现一幅恐龙拼图 来自俄克拉河马 是小薰送给汤川的特产 说起小薰 暗骨也想起来了 曾抱怨怪人伽利略的思考方式 永远也搞不懂 据同学所说 汤川很喜欢那幅拼图 看来小薰很了解汤川的喜好 与此同时 和田拿出一张照片 是60年前拍的木乃伊 看起来既像哺乳类 又像鸟类 这时 姐一到来 她又先走了 给母亲打了好多电话都没接 担心母亲出事 小美陪她一同前去 和田告诉汤川 因为大雨发生山地滑坡 却镇上的路被堵住 修好最快也要花几个小时 也没有其他小路 所以他们暂时无法离开 助手有点抓狂 汤川却镇定自若 墙壁分析结果出来了 池塘里没有木乃伊 而且五天狗木乃伊照也是假的 腹植骨部位有几根线纹 是用木材架构过的痕迹 神官应该知道木乃伊是假的 比起失去宝物 神官更怕的应该是 被人发现木乃伊是假的 所以才会用水泥封了池塘 神官所说的那家伙 应该不是指无天狗 而是盗窃犯 本打算和盗窃犯交易 买回木乃伊 不料却被盗窃犯所杀 当然这只是汤川的推测 何田突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神官收留了一个不良少年 现在不知所踪 看来是不良少年得知木乃伊是假的 动手杀死了神官 何田立刻向总署汇报 那边 杰伊进入家中后发出尖叫 小美急忙进去查看 发现杰伊的父母被杀 墙上还写着无天狗三字 他急忙联系何田 何田赶到案发现场拍照取证 杰伊的父亲死在摇椅上 母亲死在地板上 凶器猎枪扔在外面 门是锁着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表明是无天狗穿枪杀人 何田请求汤川协助调查 汤川毫无犹豫地拒绝 何田却自顾自地说起案情 杰伊被散弹枪击中凶口而亡 杰姆是被人掐死的 脖子上有血迹 应该是杰伊的 杰伊发现父母死亡时 门窗紧锁 唯一的解释只有无天狗穿枪杀人 听完这些 汤川终于答应 可杰伊却十分悲伤 根本无法回答问题 枪好像是挂在客厅 有没有子弹急不太清了 汤川提醒杰伊 临了于体温降低 去写个热水澡暖暖身子 小美准备扶他 他却突然躲开 小美不是和他一起发现尸体的 当时小美在车上等他 他刚进去没多久 小美就听到了他的尖叫声 对此小美非常自责 与此同时 前辈让暗谷帮忙查案 研究谁的喜好呢 当然是搭档汤川的 前辈十分无语 自己才是他的搭档 他不想听前辈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这时汤川打来视频电话 请同学们帮忙建立椅子的三名模型 当然也包括坐在椅子上的人 学生们去做模型 汤川给暗谷讲述案情 有几个疑点 汤川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杰夫是枪杀 而杰姆却是被勒死 还有 当地警方竟然认为凶手是穿墙而逃的吴天狗 这个推理汤川无法接受 只能解释成有人利用吴天狗传说杀人 故意扰乱搜查 这时三维模型完成 汤川远程操控模型进行模拟运算 另一边 杰姆来到遗室 颤颤巍巍的打开水龙头 等热水出来后 他伸出双手用力清洗 仿佛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 何田看着杰姆悲伤的模样 觉得他非常可怜 开始向汤川讲述他的身世 杰夫不是杰姆的亲生父亲 靠坐房地产发家致富 但杰夫保护专后 村里人都很厌恶 十几年前突然和负债琳琳的杰姆结婚 并非是喜欢杰姆 而是因为杰夫树敌太多 和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可怜女人结婚 可以博取周围人的信任 杰姆从上小学起 就一直受到杰夫的虐待 为了让杰夫喜欢 他拼命扮演怪女儿角色 但貌似没用 杰夫不让他去东京 把他关在村里帮自己处理工作 唐川觉得何田很吵 想集中注意力做研究 可何田仍旧自顾自的往下说 杰姆的母亲提出离婚 杰夫置之不理 一直控制着母女两人 被杀也是无可厚非 这可不是一个当警察该说的话 何田确实是一名警察 但作为一个人 无法原谅杰夫的所作所为 唐川好心劝谏 个人感情会影响判断 何田的这些想法 会使杰姆成为最痛恨死者的人 何田大声反驳 杰姆不可能连自己的母亲也一起杀 因为这也是可以杀杰夫 难道是两人合谋杀死杰夫 中途误杀了杰姆 这些都只是猜测 而且唐川对凶水的作案动机 完全没有兴趣 这时总署来电 录修好了 增援大概一小时后到 看来不需要唐川的帮助了 唐川准备离开时 看到挂在一旁的雨伞在滴水 突然毛色蹲开 在一旁写起公事 梳理线色 终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立刻联系暗谷 请暗谷咨询法律朋友一些事 何田把路通的事告诉杰姆 杰姆让她帮忙 把杰姆移到体面一点的地方 不想杰姆和那个人躺在一起 小米还想车上睡着的助手 唐川让两人先回学校 她还有事 准备留宿一晚 明早的课程请助手带课 助手高兴坏了 终于可以闪亮登场 暗谷咨询完事情后告诉唐川 唐川来到房中 向何田和杰姆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案发现场有个物理学上的疑点 就是那个摇椅 坐在摇椅上的人 如果近距离被散弹枪击中 会大幅度相互倾倒 然后在力的作用下向前摇 通过椅子的形状重量 以及死者的身高体重判断 中枪后死者应该会飞出去 但杰姆却端坐在摇椅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椅子没有摇动 杰姆收到子弹冲击的瞬间 同时也收到了反方向的作用力 也就是说 扣动扳机的正是死者 发射子弹的瞬间 枪产生了极大的向后作用力 因此椅子才没有向前摇动 杰姆是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的 杀害杰姆的应该就是杰姆 可这说不通啊 杰姆脖子上的血迹该如何解释 只有一种可能 参与本案的另一个人伪装的 把伞弹枪扔到院里也是他所为 之所以把殉情伪装成强盗杀人 是因为死亡顺序很重要 当时杰姆把伞借给汤川后回到家中 顺手把雨伞挂在一旁 目睹了杰姆杀害杰姆又自杀的场景 于是他沾上杰姆的血 抹在杰姆脖子上 然后把伞弹枪扔出去 出门时忘记打伞 之后去往厕堂 所以汤川看到他是 他才会浑身石头 听说了吴天狗的时候 为了扰乱搜查 回去在墙上写了吴天狗三字 锁紧门窗 然后故意大喊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因为和杰姆没有建立收养关系 在户籍上 他并非杰姆的子女 这就是汤川让暗谷所查之事 如果杰姆先与杰姆死亡 那他就和杰姆毫无关系 也就失去了继承权 反之 如果杰姆先死 遗产由杰姆继承 杰姆死亡 由其子女继承 这样一来 他就能继承全部遗产 雨伞是本案的关键依据 他却给汤川雨伞时明明还有一把 可赶到磁堂时去淋湿了 看起来他冷静的伪装了现场 但内心还是动摇了 冒雨上车 去往磁堂 等鉴定快一到 很快就能查门真相 他所做的伪装也会被轻易揭穿 和田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都是因为杰姆杀了杰姆 杰姆太过自私 只要工作不顺利 就会迁入杰姆 当时一定是杰姆又打杰姆 他无法原谅 想要点遗产也无可互费 他不在乎什么钱 只是不想让杰姆称心如意 然后诚恳的向汤川道歉 一向只讲究理性的汤川 破天荒的给他出了主意 等会如实告知警方最初的案发现场 然后再说是因为一时慌乱才弄完现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和田的话 是一个警察之前 首先得是一个人 要怎么保护杰姆 交给和田来判断 与他无关 离开前再次对杰姆表示感谢 谢谢他接触雨伞 此日助手兴高采烈的菊带克 没有他想象中的美女入影 这来了三个屌丝 这让他哭笑不得 神诞伽略第16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